像知道这样的PPT开厂收场效果是如何制作的吗? 点关注,一分钟教会大家,新建一页换灯片,插入一张准备好的高清图片,放大图片覆盖整个页面,将抄出页面的图片部分裁切。 然后在页面中插入矩形覆盖整个图片,设置形状格式将矩形改为纯黑色填充,插入标题文字,打开SY插件设计工具,使用对齐工具将文字居中,先选中黑色矩形,再选中文字,点击设计工具中的剪除,做出文字镂空图形。 打开形状格式选项,为文字镂空矩形,添加白色线条。 复制一页换灯片,将镂空图形与图片进行放大并调整位置。 选中镂空图形,打开形状格式选项,将形状的透明度与线条的透明度调整到100%,点击换灯片切换,为页面添加平滑切换效果。 将平滑切换时间设置为3秒钟,这样,我们就完成了所有的动画效果设置。 怎么样,你学会了吗? 关注我,下期更精彩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,欢迎订阅明镜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,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,欢迎订阅明镜 whence me